这些看起来像奥利给的东西 是美国人制作中国酱油的过程 那么他们是如何制作我们的酱油吗 首先工人会将大豆倒入汽锅中 接着使用清水清洗两次后 再将它们倒进锅中蒸煮四个小时 与此同时 他们把小麦放进平底锅中煎炒三十分钟 然后将炒熟的小麦倒入研磨机中 机器中的钢制滚轮 会把每颗小麦碾压成颗粒状 这是为了酵母在后续的工序中 更好地渗透到小麦中 现在工人将煮至四小时的大豆 放在了托盘上进行冷却 当大豆冷却到三十五摄氏度时 再把颗粒状的小麦添加进去 接着通过搅拌把两者均匀地混合在一起 等待搅拌十五分钟后 他又往里面添加了适量的酵母 并再次进行搅拌 为了活化酵母 工人会把这些混合物 移动到发酵室的浅箱中发酵四十八小时 在这个过程中 混合物会产生上升的热气 所以他们必须要把箱子 陆续移动到较低的架子上 从而防止温度过高 而杀死里面的酵母 现在他们要开始制作卤水了 工人在木桶中倒入了大量的海盐和纯净水 为了让酱油的口味更加独特 这家工厂会使用当地酒厂用过的波本酒桶 作为发酵容器使用 酒桶中残留的波本威士忌 会在发酵期间渗入到混合物中 因此成品的酱油中会带有微微的烟熏甜味 当海盐彻底融化以后 他们会把大豆混合物倒进去制作成酱毛 工人用电动搅拌机将其搅拌十分钟后 他们会在前一个月时间里 每天打开盖子并进行搅拌 从而让累积的气体流动起来 发酵一个月后 开桶的次数会减少到每七天一次 通过一年的发酵后 酱饶就大功告成了 现在工人要对酱饶进行最后一次的搅拌 接着把他们倒进了铺有纱布的压积水槽中 他们会像制作豆腐一样 将它们包裹在一起 然后把木板铺在上面以形成结实的表面 最后用千斤顶以6吨的压力 迫使木板向下挤压酱饶 紧接着酱油就会从水槽的管子流进收集桶中 大多数的酱油都是批量生产的 而这家工厂每次只生产1000瓶 并且每一瓶都是由人工制作的 接着在瓶子上盖上塑料瓶盖 并套上可伸缩的塑料套 然后用热风枪风紧瓶盖和身上的塑料套 最后贴上手写的标签后就可以进行出售了